所以他們就交了 我也相信應該交了 因為他們都需要在稅務上 雖然他們不是一個慈善機構 但我想他們都應該整頓到盤數 應該是很乾淨的 但是不需要給他們的東西就不需要給他們 我相信他們自己一定懂得處理 捐款的人就不用怕的 捐款而已 捐款不是犯法的 這個是香港來的 但是他們是不是想做一些謠言出來 說給人聽 捐款是一個 捐給612是一個犯法的行為 如果是真的的話 你早點做吧 人家都存在了兩年多了 是吧 你現在才去散播白色恐怖而已 有捐款給612的人是完全不用怕 完全不用怕 這些全部都是白色恐怖 令你們有些恐慌 612的人 他的法律團隊會保護你們 他們需要做的事情 他們會做 你們放心 現在還說話就是擔心 因為現在他調查中 就是說這件事裡面 有沒有歐傑 外國勢力 會不會他就不斷製造一些證據 還有可以默滅那些捐款人 花錢 種種的方式 總之要去約會他們 原來他們真的沒有那些年齡的 沒有那些年齡的 這個可能性的都是很小的 是什麼呢? 他製造這個白色恐怖的可能性很大 不小的 但是他能夠入他罪 說他是什麼勾結外國勢力 有些人走過捐美金 是不是外國勢力? 如果曾經存款單的時候 有美金存款 可能在加拿大 美國存過來的錢 是不是外國勢力? 這些是荒謬的笑死人 是不是? 捐錢 什麼貨幣都有的 是不是? 是不是勾結菲律賓? 是不是? 所以這些白色恐怖 你就預料他會做的了 他的三部曲 是不是? 你看他在我公司都是這樣 拿個首領出來 給那些白色恐怖你彈一下 是不是? 但是真真正正的 他如果你是沒有做錯事的 他可以內裂什麼河呢? 他濫捕你的時候 他自己都要交代的 是不是? 這裡始終是香港來的 是不是? 我們的公民社會很強的 怎麼可以這樣在臨院 去亂做的? 他散播這個恐懼就有 一定肯定 他已經散播了很多次 是不是? 但是香港人很硬正的 是不是? 散播這個恐懼就怕了嗎? 捐錢給劉爾 就怕了嗎? 真是多餘了 真是多餘了 不用理他了 就是 劉爾那些人都不是一些 就是 沒知識的人 是不是? 每個人都靜靜蕩蕩蕩有律師 有教授 所以放心 他們如果是會有這樣的犯國安的風險的話 他們一早都已經做了防範的了 你可以說 其他的白色恐怖說話就是 現在港版國安可以亂來的 亂拘捕 看看47人這麼害怕 真的 他是可以亂來的 但是他亂來的 他付出的 也有代價的 是不是? 我們大家都很期待47人怎麼判 是不是? 有代價的 你說出來 你怎麼把初選判斷成為一個 顛覆國家的一個行為 是不是? 是你有代價的 你自己也要跟這個世界交代 不單是香港公眾 是不是? 嗯 張先生 你也是商人 現在習近平那邊就 發育了一個共同富裕的理念 然後馬魂也有拿一千億 過千億來 人家說破財 保命 這件事你要怎麼看呢? 其實騰訊都捐了這麼百億 現在大家都安心香港的商界 怎麼應付習近平的共同富裕? 不能夠幫這些有錢人說話 他們自己暫時都是站在一個中立的位子 我自己的個人看法只能夠說 他們都不會認同這些行為 他們就選擇了站在中間為了生意 但是中間那條線都越來越窄 越來越窄 其實打個比方就是 你一幅圖裡面原本是 藍色那邊有33.3% 中間有33.3% 黃色也有33.3% 現在兩邊都差不多 每邊都拿到49% 就是根本中間那條線只有2% 就來壓一下壓一下的時候 在中共這樣的壓迫之下 根本它不會讓你站在中間 要是站在藍那邊 要是站在黃那邊 我們黃的就不會迫你站過來 從來都不會迫你站過來 只有藍的、紅的迫你站過去 香港的富豪就要想一下 沒有中間為期的了 要是反抗 事情不合理的話 根本現在不是黃藍之分 根本現在是合白之分 我覺得越來越有多的 幼稚人會出聲 斯文青也出了聲 大家醒了之後就會知道 其實香港的富豪如果團結在一起之後 加上香港公民社會的人民的數量的話 其實可以阻止中共對香港做一些不適的事情 其實我們有能力這樣做的 750萬人不少的 如果我們中數 700萬人都是反對他這樣的施政的話 他可以做什麼 連公務員、三司、十三局 加上特首都反對他這樣向香港施政的話 他可以做什麼 叫100萬個解放軍人殺光我們 他做不到的 其實我們是可以做到這個 覺得那些命令是不合理 我們是可以違抗的 但是我想有些人要燒到上眼眉才會 決定走回白那邊 給一點時間 其實我們支持民主自由的人 一早都知道最後的大結局是怎樣的 當初的過程一定是辛苦的 也有很多人犧牲 但是最後的大結局 你什麼時候看到邪惡是可以永遠救的 是不可能的 大家知道那個大結局的問題是時間要多久 似乎現在中央這樣做的時候 就推快了大結局可能會快些出來 那商界的人 香港的超級富豪 現在看到了 究竟他們看不看到自己的威力呢? 或者看到自己的威力的時候 覺得是否值得在他這一代去付出 為香港這個家園去做些事情呢? 這個我不能夠代表他說話 不過形勢就很簡單 現在中間灰色的區 就不是33% 現在越推越窄 政權就要你隨便選一邊 其實很容易選擇 選對那邊 怎樣看香港的富豪盧亂熊 是不是這樣說 劉亂熊都要拋售中國恆大的股市 要套嚴 這是習近平頒布了共同富裕政策之後 他所做的事情 恆大的股票其實是很高風險 曾經有些前輩跟我說 這個許家印多厲害 幸好我又不貪心 又不喜歡炒這些中國股票 你看他出一輛車 都是買幾千萬的廣告 車都沒做起 照片都沒得看 只有圖畫 這種公司的行為 其實就是說 竟然有些前輩是會欣賞這個生意人的 這個根本就是一個 中國的 泡沫股票來的 是吧 那麼拋售很正常 他的股票都 他不拋售遲早變長子 是吧 或者被他 據為國有的時候 撐著股價的時候 可能買賣都不太容易 出貨又被人監管 現在拋售很正常 我不認識的 我不是財經人 我自己是一個做小生意的人 我一向都沒有一個投機的習慣 但是我覺得用普通常識去看的時候 你拋售恆大的股票是理所當然的 無論是一手也好 或者是一萬手也好 應該是拋售的 另外我想問一下周先生 大陸習近平有些軌動 看看香港這邊的朋友有什麼觀察 習近平現在就說 不斷就不實際了 現在說 又說做好好先生是不行了 接著 現在又說又是北京那邊 似一個第三個證交所 其實大陸都有兩個的 一個是上海 一個是深圳 現在他打算整第三個證券交易所 現在二十大之前 都看到習近平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不少分析到 第二次的文革都捲了去大陸那邊 所以現在香港的朋友 對這些觀察是怎麼樣的? 第一 我這樣香港的朋友應該演繹到 做好好先生是不對的 應該演繹到 就是習近平都認同你要選邊 不可以站在中間 希望你選對 因為大結局大家都知道 時間什麼時候去到大結局就不知道 你選對邊的話 那麼大結局就可以快些實現了 對嗎? 至於習近平開第三個聯交所 我就沒有怎麼跟這個新聞 不過就覺得挺好笑的 他是不是自己想 因為是不是被人批評他不懂經濟 所以他自己想開一個聯交所 自己做北京聯交所的主席 告訴別人他懂得經濟 我不知道 我沒有跟這個新聞 不過中國已經有上海和深圳 他整個聯交所在北京近一點 自己可以走路過去 不知道 不怨自憑 這段的採訪 周先生你有沒有什麼補充和總結? 我覺得香港人應該比最近幾個星期 所有在國內下來的消息 應該是要特別留意 就是其實政權是加快它的鞏固實力 包括打壓藝人 也都很明顯看到他們的擔憂在哪裡 因為如果他們不能夠控制到這個娛樂界的話 一些很有影響力 你看看吳亦凡也是被人抓了 那些粉絲竟然是夠膽在警署外面等他的 所以說如果再有100個這些藝人的話 真的他們把信息傳出來的時候 告訴全世界聽 他們都覺得中國應該是開始啟動他的民主進程的話 那可能國內有數以四五億計 甚至乎更多的人去支持他們這些粉絲去支持他們的說法 因為也都相信如果中國走向民主進程 應該中國人一定會支持 那政權就會覺得是失控的了 所以你看到現在他們做的每一個一舉一動 都是要收窄了他們的管治範圍 那就是說他們覺得他們開始是 固執的手柄是開始掉了 所以其實香港人應該看到 就是其實開始下滑的了 跟著就共同富裕了 那這些事情 你都是一些覺得自己的權力 那個固執是下滑才會做的 所以似乎就將整個我們所預料到的大結局是加快了 那希望超級富豪都看到 而且是鼓起一些勇氣 或者用他們的下一代來 去代表他們的代議士 就開始出來發聲 就是打停這些繼續這樣惡化的民革2.0 希望香港人不要有這個無力感 其實現在我看都很鼓舞 那些事情下滑得很快 而且我對於過去幾年的觀察 香港的公民社會很強 大家堅持團結 不要割政 如果香港人繼續鞏固這個共同體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可以趕走我們 我從頭到尾都說它只有一個方法 如果我們幾百萬人團結 是不接受這種管治 它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出兵了 而它是不會的 它是不會出兵的 那麼我們堅持到說 堅強一點的話 下一步我們需要 除了鞏固了這些超級富豪 要向它發聲告訴他們 他們這樣的做法不對之外 接著就是 我很相信那十七萬的公務員 一定支持 那些對的事情 現在只是等著他們的三司十三局 都覺醒 覺醒之後 然後去帶領這個全民抗命 就將一些不合理的命令 是要違抗 是吧 所以大家正面一點看這件事 就是不要有個無力感在這裏 我們好像林夕說的 螢火蟲的理論 就是不要看自己是一個 一個小卒做不到事 我曾經也都說過 就是我們只是一夫百姓的人 那個團那個共同體裏面那些一夫的人 就是一些在這個時間會說話 就是借助我自己生意的平台去說話 一夫是沒有用的 如果沒有白應 你們香港人幾百萬人 才是真真正正令到我們出來說話 是得到有效用 是因為有你們的白應 所以大家保持團結 中共是沒有辦法破壞到香港這個共同體的 我們的公民社會很強 意識很強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洗腦 不會那麼容易被人洗腦 不會那麼容易被白色恐怖嚇到的 所以希望大家現在其實 加快給你看到政權那邊現在覺得 他的控制室開始有點實控了 所以大家保持實力 有機會出來的時候 就跟著良心做事 那就香港一定會回復正常 這裏我閃起周先生跟我說過 因應何韻詩這件事 你都出了post 去罵馬鳳國是不是 是啊 我出了post 罵他這個人渣 你基本上是 是你的基本責任 你都不做人渣 應該要辭職 馬鳳國 希望你看到這個訪問 你應該辭職 那我們這次的採訪 是不是杜超為止 周先生 好 還有沒有其他事情想問 其實我很希望 每一次跟你聊天的時候 希望有其他的香港人 看到這個訪問的時候 都能夠令他們 再減一些無力感 我不是刻意為打氣而打氣 我覺得是真的需要大家 要有個正面一點去看未來 香港五人大打不死 過去幾年大家看到的 就是留下的人 是 體會到 而且是在支持我 啊 OK 我是說 就是 香港的共同體是很強的 我們是打不死的 不用怕這個政權 不要有無力感 有無力感的找我 聊天 我遲些都會開一些分享會 跟大家聊天 我不是為樂觀而樂觀的 我真的覺得 我自己是完全沒有意思 去離開香港 我真的覺得 香港是很快會收復的 所以大家加油 不要給你這麼無力感 這些白色恐怖 影響到你每天的心情 我們繼續如常生活 那第二個訊息我想發給香港人 就是你們會留意到 發聲的平台的媒體 越來越少 真是多些去支持 就是看中國啊 還有其他多方面的大紀元啊 希望之星啊這些 這些他們很勇敢 就是他們繼續採訪我們 給我們機會說話 就是他們很值得你們去支持 真的越來越少這些 是肯做採訪的媒體 大家盡自己的能力 找個方法去支持一下他們 我就多謝周先生說這番話 不過我也記得我曾經採訪過一個朋友 他說過一句話 離開是為了走得更遠 走得更遠做得更遠的時候 也都可以保持一個力量 儘快回到香港了 大家的心願都是這樣 不過周先生說過的話 似乎比香港人是一個森林雞湯 雞湯啊 你說得不是這麼正 真是不好意思 香港人就明白了 現在才說心靈雞湯的作用 不是雞湯 湯的作用 現在知道怎麼說 湯家驊的湯 會說湯家驊也會說湯 下次再找你做採訪 待一段時間吧 好嗎 我們要多一個平台 給我們香港人 大家都是我們這個平台 互相聊聊天好嗎 好好 多謝你們繼續關注香港 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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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噴 多都 好 多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